大家好,歡迎來到實拍實說 我是大地升學的Royce 今天我們來到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的其中一個campus 這裡就是他們的主要campus 就是St. Lucia campus 這裡是Bitchman City的campus 學生在這裡讀書就很方便 因為基本上會變成Bitchman City的區域 無論是乘車、巴士、的士等 都可以直接去到市中心 這裡也有自己的Pathway的institution 就是他們的UQ College 我們今天會看他們的College 裡面的讀書環境 看他們的小班教學 例如英文 以及他們的Foundation Program 如何讀 以及看他們的Business School 尤其是他們的Facility 好像他們的Bloomberg的Trading Lab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裡面的Facility 以及他的學習環境 今集會由Royce帶大家逛逛這個校園 就讓我Grad仔 和大家多說一些關於這間學校的資料 這裡有一大片草原 旁邊有一條河流 環境清幽 空氣清新 同學可以在這裡散步 放鬆一下 舒緩學習的壓力 再走前一點 就有一個大的室外運動場 同學可以預約使用運動設施 我發現Saint Lucia Campus周圍都被綠色包圍 給人一種換言一身的感覺 好舒服 來到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Union Complex 這裡有不同的功能房 食堂、牙醫診所、商店 方便學生在課堂之間都可以買東西吃 以及購買所需的用品 這裡甚至還有單車店 對香港學生來說 在校園裡有單車店 都算是新奇的事 因為香港地小人多 單車通常都是用來做運動或者娛樂 多於用來代步 但是在澳洲 學生踩單車上學 就很平常 之後來到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Union 這裡專門為學生提供在校園裡的協助 以及提供學社給同學參與 這裏就是UQ的高校的建築 所有英文和基礎的高校都在這裏讀 亦因為這裏比較大 所以在第一樓層 有些商業學生都有機會用到裏面的高校 但其他高校都是高校的高校 在這裏讀書的學生 每個班的人數 就是小班教學 English Classes 不會多於18個學生 Foundation 亦不會超過30個學生 來到UQ College 和Business School 在讀關於經濟、會計等科目的學生 上課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裏的課室空間很大 有不少座位 亦有給學生安靜自修的地方 這裏就是UQ College的其中一個班房 這裏的設定 其實是兩間房間打通 所以變成一個比較大的課室空間 不然的話 這裏是一間和這裏是一間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間房間的座位 不是太多 所以都是很小的課室 大約是十多十八個人 最多是需要上課 如果是做一些群組合 或是大一點的課室 例如Foundation 不太多的三年代 就可以打通 用這個設定 這裏也是代理UQ College的班房 大家可以看到這裏都是比較小的 另外也是代理UQ College的教學 例如英文堂 也可以在這裏上課 有些房間是比較群組合的 可以有些Round Table 學生可以 方便他們坐在一起 做他們的群組合 也有些房間是電腦 也方便他們做一些IT 或者是代理群組合的 也不用經常走 可以在一間房間 也不小 而且都是夠細 夠集中 這裏是UQ College的 讀書中 其實它是在高校的對面 隔壁的建築很近 這裏主要是有很多 自己學習的設施 例如電腦 學生可以用 還有印刷 這些都可以用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 學生每個課程 其實它裏面每個星期 都要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建立 就是給他們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過來這裏 在這裏的 meeting room 全部都是那些 consultation 的老師 可以進去問問題 例如一些比較 specific的問題 例如某些課程 某些位置他們不明白 或者一些課程 他們需要幫忙 他們可以過來這裏 找他們 取助 另外這裏都有很多 不同的支援 例如 那些學生 或者學生 都可以在 學校的 reception 找到相關的 staff 去找他們幫忙 還有這些房間 都可以有地方 可以預約 亦都可以預約 一個時間 過來找這些支援 這裏就是在 UQ 最大的 court area 很多大型的活動 例如 opening day orientation 或者 cultural event 都會在這裏舉行 至於周圍的建築 全都是不同的 classes 教很多不同的 例如 Humanities 或者 philosophy 那些 faculty 都會在這裏上課 這些建築 全部都有很多歷史 至少百多年歷史 學生可以在這裏 就像其他學生一樣 如果沒有其他功能 可以在這裏 可以在這裏 休息一下 測試一下 這裏是比較安靜的地方 可以在這裏溫習 介紹一間學校 當然不少得介紹圖書館 如果圖書館環境舒適清淨 學生自然都喜歡在這裏自修 大大提高學習的效率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的圖書館 當然亦都能夠做到這一個重點 請看 帥 稍為 精神 神 神 圖書館 神 神 這裏就是UQ的其中一個櫃園 就是Central Library 這個櫃園有九個櫃園 基本上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櫃園 但這個Central Library就是最集中的地方 在這裏學生有很多不同的讀書 當然有書可以選擇 也可以選擇組合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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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一開始介紹過的室外運動場 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這裡有三個沙灘排球場 在澳洲的學校中比較少見的 學生可以不用長途拔洩去沙灘訓練 真是方便 除此之外 跳丸、鐵餅等運動設施應有盡有 正是行運動場都行到我腳遠 學校在提供學生休息的地方 都花了不少心思 黑白灰的配色好時尚 亦都給學生置身於休閒咖啡廳的感覺 令我都想起學生時代 一邊飲咖啡 一邊做功課的時光 BEL Student Hub 裏面的梳化和圓桌 提供舒適的空間 給學生進行專題研習 亦都因為這裏空間大 討論時都不擔心吵到其他人 不加工的工廠 使用手工廠 劍工廠 ground點 我們家 现在就等我访问一下 Faculty of BEL的地区经理Michael 通常他们就是金融和学经济学的学生 都会比较喜欢研究一些投资组合 和股票交易的课程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实际环境 让他们实操这方面的业务 我们有很多的课程是关于投资组合 和延伸产品的买卖 老师就会教授一些理论知识 他们学生就要运用这些知识 运用这些知识的时候 需要很多数据分析 彭博是全球出名的金融资讯 财经分析和商业数据提供商量 他们有一个平台提供所有各大 就是进行股票买卖的公司上市公司的资料 如果学生在外面找这些资讯 其实是很花功夫的 在这里其实通过彭博的提供商 我们就有一个实验室 就可以一站式地拿到这些资讯 其实我们学校有一些股票基金 这个股票基金就放在我们商学院运作 其实有一个机会给到一个学生的机会 就是好的学生如果通过这个竞赛 投资组合竞赛 如果赢得过这个竞赛的话 他们可以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内 我们可以运作这个学生给到我们商学院的基金 分析这个数据 接着就可以进行一些投资组合的调整 还有操作 继续把我们这些股票基金可以增值 原来一开始我们得了20万的股票基金 现在已经增值到30万 证明我们这个团队来说 在老师还有基金经理 还有在一些行内的人的支持后 就会增值了我们这些学校基金 除了UQ自己本身的就业指导部 我们自己学院也有额外的就业指导中心 这个就业指导中心共是七个人组合的 他们也都会分成三个阶段去负责 去提高这个学生就业的能力 这个三个阶段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叫做Explorer 就是如何先去了解这个 什么就业的能力需要去培养呢 包括了一些什么交流的能力 领导能力 还有就是说一些Networking的 一些skills 还有就是一些好像做CV 一些比较基础的投资履历 Linkedin这些这样的能力 还有就是跟着我们就有一个叫做 发展你的能力的stage 这个阶段的话 学生就会去找一些Volenteering experience 即是子宫 或者是一些就是说去一些workshop 那就去跟一些投资那些人交流 还有就是mentoring 就是我们有一个团队呢 就是去找一些mentor 给这些新入来的一些学生 那每一个学生呢 其实都有五到六次的 就是跟那些sini的industry people 或者是那些校友进行交流 那你就会listen to 他们这个interested的这个行业 以后有些什么机会呢 以及如何去掌握这些机会呢 所以呢就会有一个就是这个叫做导师计划 这个导师呢就会提供一些guidance 那跟着我们就会有一个 最后一个买向成功的这个实施的这个stage 在这个stage里面呢 可能会是一些recruitment的activities 就是有一些去参加今天 好像今天的career day 就是会邀请很多的雇佣单位 来到我们的学校去提供这个机会 给这些学生去应聘啦 那就是我们叫做应聘日 或者是叫做就职就职就职服务日 那还有呢就是说 现在很大型的公司 都有一些recruitment center 它会有几轮的面试 这几轮面试呢 既测试到你的一些叫做mentality 也都会是一些group work 或者是personal statement 那些东西那些东西 所以呢它会有这些阶段的辅导 在这里呢就有一个投资 叫做recruitment的一个mock interview 就是在这个模擬的一个面试里面呢 学生他会知道原来有这么多轮的那些面试的转 那他就会不断地熟悉 那如果是拿到这个叫做mock interview的机会 而且能够拿到被人中选的话呢 那就会有guarantee一个internship的 所以呢其实来说 对于学生来说 也都是一个 就算你拿不到internship 那实际上你都可以通过这个 模擬面试呢 去获得一些技巧 好 呀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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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更加順利 至於他們的 Business Bell那邊的 Faculty 他們無論是 Academic support 或者是教書 都是很 practical 他們用的 Data 全都是 Live 學生有很多機會可以學習 還有他們最重要是學完那些東西 之後用 例如去找工作 Employment 或者是 Career 都會有很多 support 我們今天也有機會參加他們的 Careers Day 看到他們有很多不同的 booth 學生可以去問 和聽很多不同的講座 和參加 activities 去幫助他們 接下來去找工作 如果大家想知道關於 UQ 的 information 尤其是 faculty 的問題 歡迎來到大地海外升學 可以找我們顧問 我們可以給你們更多資訊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部影片 就記得 Like Comment 和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有可愛升學問題 馬上WhatsApp 大地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